正在与人交谈的店员快速拦下偷东西的贼 家中的游泳池突然出现鳄鱼 怎么进去的 所以今天探讨的话题就是七件难以置信的事 天外来客 2020年8月 俄亥俄州的某家住户听到门外有奇怪的声音 随后门铃响起 打开门之后发现门外并没有人 而且门口的一桩柱子也断了 这让屋里的人十分害怕 会是什么人摁门铃呢 屋里的人打开了摄像头的录像 结果发现了惊人的一幕 原来并不是人摁的门铃 而是一个轮胎 这个轮胎105公里每小时的速度 撞断了门口的柱子 然后撞到了门铃 最后冒着烟掉到了地上 推测是附近行驶的某车轮胎安装不当 所以轮胎在行驶的时候脱离车辆 并到达这户人家门口 还好当时在门口没有人经过 不然就会造成人员伤亡了 反应迅速的电源 在家便利店中 电源正站在门口与人交谈着 一名男子拿着一框东西靠近门口 想要趁电源不注意偷偷逃走 当他开始奔跑的时候 电源立刻反应了过来 一把抢下男子手中的框 并把男子从店里推了出去 有这样的电源再也不怕店里丢东西了 鳄鱼做客 2021年1月 非洲一对夫妇在家里的游泳池中 发现了一条鳄鱼 这让人毛骨悚然 家里怎么会出现鳄鱼 受到惊吓的夫妇赶快拨打了报警电话 观看家中摄像头的影像之后发现 原来前一天晚上的时候 这头鳄鱼悄悄地从后缘溜进来 然后爬进了游泳池 从路向中可以推断出来 这头鳄鱼大概长三米 动物救援人员把这头鳄鱼从游泳池中带走 然后放生到野外了 海边大浪 2019年10月 一家意大利海边的餐厅正在准备闭店 突然店员发现有一股巨大的海浪 正朝着餐厅移动 他们决定将门窗堵好 防止海水进入餐厅 但是海浪的力量太强大了 他们没能躺住 餐厅里全是海水 饥饿的熊 华盛顿的一名房主 听到自己的房子外面有奇怪的声音 等到打开摄像头录下的影像之后大吃一惊 自己安装在门口的摄像头 竟然被一头熊吃了 害怕被熊吃掉的房主赶紧拨打了报警电话 警察到达后检查了房子周围 确定熊已经走了 该房主才松立口气 不寻常的顾客 2020年3月 爱尔兰一家商店的摄像机拍下了这样的一幕 一只绵羊从门口进入了商店 然后在商店里浏览了一下货物 在此期间店员和顾客都没有注意到这只绵羊 这种比较温顺的动物还算好的 另一家商店的客人是我们惹不起的 这是一头黑熊 他从货架上找到了一个类似于巧克力的食物 尝了一下 很合自己的胃口 于是多吃了几个 有一个顾客打开门想要买些东西 看到了正在吃东西的黑熊 吓得立刻退了出去 飞快地跑上了车 逃过一劫 俄罗斯一名男子在擦车的时候 突然发现头顶有奇怪的声音 就抬头看了一眼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当时根本没时间仔细思考 他的脑海中只有一个字 跑 他刚跑开 一块长于2.4米的混凝土板就砸了下来 虽然爱车被砸坏了 但好在人没事 听说长安点赞会让你好运连连 评论区留下你的观后感吧